民眾大客運卻目擊著驚險一幕 透過玻璃折射看到 客運駕駛竟然用一隻手 先輕輕扶住方向盤 然後拿出指甲刀開始又修又剪 修完還不忘舉起手看一下 方向盤一度懸空偏了出去 他才趕緊抓住打正方向 但等等車子這是還開在國道上 車速破百還滿載乘客畫面 讓人捏拔冷汗 覺得車子有晃動 突然又聽到有指甲刀的聲音 都看到司機在修剪指甲跟玩手機 用一隻手剪指甲 一隻手開的話 好像有點危險 就是可能會偏掉然後就會翻車 民眾也通通搖頭還不止如此 修完指甲後駕駛拿出手機 低頭猛滑悠哉的看齊影片 事發就在10號上午 有民眾搭乘這班紀龍往台北的客運通勤 行經國道一號康寧錄製細紙路段時 目擊了駕駛邊滑手機邊修指甲 當下他敢怒不敢言 將畫面拍下PO網直呼真的太誇張 完全不顧乘客安危投訴檢舉 該駕駛行為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做出停擺和工作 那加強他的行車駕駛安全教育 並且跟他做懲處 駕駛將被依法開罰舉罰 但罰錢是小 開車這樣開還沒出事 已經讓乘客暴受驚嚇 要是真的出了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李晴梵雅喬新北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